北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瑞穗香农会原定在15号周末在台北希望广场 举办最后一场的大西瓜展售促销活动 即刻取消 据大西瓜的农产品则该以官网订购 宅配的方式来贩售 买气还是相当旺 上周母亲节瑞穗香农会首播 北上台北希望广场展售大西瓜成果丰硕 原定5月15号周末假日要趁盛追击 延续热度的展售活动 现在因为北台湾疫情成绩升高 总干事黄胜黄即刻果断取消 避免疫情扩散 展售的成绩还不错 那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由于今年的西瓜品质非常好 那消费者的反应也非常的好 那很可惜的就是说 这个礼拜原本要再上台北希望广场去做 这个展售 那提供这个优质的西瓜给大台北地区的消费者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不得不取消 日志乡大西瓜正当时产地先采 直送的大西瓜品质水准高 买气强强棍 虽然北台湾大都会地区疫情逐渐升温 然而买气仍旧超旺 现在无法实体展售 总案师黄胜黄表示 目前展售管道转到网路订购宅配 更加安全且方便 因为我们这个瑞瑟的大西瓜采收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同仁的努力消费者的肯定 所以现在西瓜所剩不多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那可以尽快地跟我们农会来联络这样 严峻疫情 但是从5月初开采上架的瑞瑟大西瓜 在农民与农会通力合作下 不论展售或网路行销 都有不错的销售成绩 目前瑞瑟出产的大西瓜数量不多 想要购买品尝的民众 动作可得要快了 记者施玉兰瑞瑞瑞采访报导